新加坡一向就是严刑郡法甚至还有鞭刑 昨天就传出了有一名台籍的赌场女发牌员 居然涉嫌在新加坡赌场工作的时候 偷取了一个相当于台币一万多块钱的筹码 被当地的检警给逮捕收押 而如果判刑确定的话 最高可能要服刑长达七年 这件台籍女和官偷窃赌桌筹码的事件 是发生在新加坡的圣桃杀赌场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这位名叫邱怡凤的台湾女性 是在赌桌上坚守自盗 她将面额五百元新币 也就是相当一万一千七百元台币的筹码偷走 而根据新加坡法律 如果判刑确定 最高恐怕将服刑长达七年 我国助行代表石雅萍表示 由于该名女子拒绝通知代表处 因此目前无法主动给予协助 他不希望通知我们 所以我们对于他的明确的身份 没有办法确认 我们拿到的是一个他的英文拼音 我们也有接到一些询问的电话 有他的亲属 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 百分之一百的确认 这一位他们询问的人 就是目前被羁押的 除非他给我们他的身份证字号 当初新加坡开放赌进 圣桃杀赌场就曾来台招募合观 除了身高和通英语的条件之外 学历的要求并不高 特别之处 则是必须没有犯罪记录 同时不能有手汗或是色盲的问题 其薪高达台币四万一 同时工作满两年 还可以申请新加坡的永久居留 当初吸引了500多人报名 最后录取了150人 而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后 是否会影响其他台湾籍核官 在新加坡的工作环境 还有待后续观察 就会影响其他台湾 因为我只会影响其他台湾 我只会影响其他台湾